新冠疫苗曾一剂难求 但随着接种率提高之后 各个疫苗都出现了过期报废 其中像是高端疫苗 因为它的价格比较贵 再加上它打气比较低 所以成为各品牌中最烧钱的疫苗 截至今年9月中 五国自购的各品牌疫苗有5351万剂 当中已有350万剂 约6.5%过期 浪费约12亿元 中央没出库的高端 加上各线市回报到期的 就有60.1万剂 以平均每剂845元算 就浪费纳税钱 5亿元 其次是莫德纳4.1亿 AZ2.43亿 没用到的要销毁 专家质疑为何不捐出去 甚至送给友方 确实买疫苗也是为了国人健康 买多总品没有好 但前指挥官说 疫苗快到期 这极其品又有谁要 别忘了我们去年底 也曾采购过不到一个月的 也收过快到期的疫苗 为什么政府不捐 因为高端捐不出去 外交部调查所有邦交国 结果没有人要接受高端捐赠 目前认可高端的 有印尼 帛琉 纽西兰 马来西亚等10个国家 接受的国家少 可能是高端出口受阻主因 但其他疫苗是无辜的 为何不捐 如果你国际认证疫苗捐得出去 那就不要抗啊 不能不要抗 所以全部一起销毁 就跟着一个违法的疫苗一起陪葬掉了 指挥中心曾经统计在美国有近9.5% 有约6500万剂疫苗借效销毁 南非有约210万剂快到期 疫苗报销台湾不是个案 但毕竟这些都是国民纳税钱 中央要更合理解释 恐怕不能比上不足 就拖别国下水 TVBS新闻 杨青铺 宣童 泰伯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